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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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人生 瞬间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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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失如花 换我一个太平天下 随被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新花 全古江山 不失如花 换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 不失如石如花 换我一个太平天下 不失如花 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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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 刘将军 军师 如今曹操声势滔天 早晚必会向江夏拥兵 他现在没来 只是水师不济 战船不足 待他一切准备完毕 江夏断然不是起点 以军师义死如何是好 不如投靠江东 与孙权联手抗操 江东文武昌盛 英雄人物极多 岂能容我等 我看未必 曹操现在已是隔江而望 金戈铁马生生在耳 此时此刻江东少主孙权 恐怕比主公更加坐卧不宁 主公已经战败 再战只是败赏加败而已 而孙权则不然 他除了胜败之外 更有生死之嫌 明摆着 曹操必会跨江而过 夺他基因 只有孙刘联手抗曹 方能有圣机 报 禀将军 江东有使者前来 为先主公留表调丧 江东使者 为我父亲调丧 奇怪 怎么 君师记得吗 十年前 孙权的父亲孙坚 被我荆州部下乱箭射死 江东与我荆州有杀夫之仇啊 十年来我两家只有刀兵相见 从没有互同过喜丧啊 明白了 主公啊 江东使者是冲着你来的 何以见得 明摆着 江东使者以吊丧为民 前来向主公打探曹操军情 我们不是刚刚与曹操激战过吗 不错 时机已到 大势可期 我愿借一夜小舟 随此人过江 凭我三寸不烂之舍 说服孙权与我们联手抗操 在万里长江间 激起一场空前绝后的南北大战 如孙权胜 主公可乘是取荆州 如曹操胜 主公可乘是取江东 称千秋霸业 孔明啊 到这个时候呢 你还想着霸业 恕我直言 所有的千秋霸业 都是在山穷水晋时开始的 我们已渡过最危险关头 此时此刻 除了向上这颗头颅 已经没什么能让我们再失去的了 只能天天向好 蒸蒸日上 佩服 江东来使何人 他说 他是将军府参军 名叫鲁肃 鲁肃 鲁子敬 孙权竟派此人来探营 孔明你识着此人 不 但此人大名 我早已听兄长诸葛锦说过 主公啊 在江东文武中 武将之首非周瑜莫属 文臣之首当属老臣张昭 除此之外的第三人 便是鲁肃 据我兄长说 今后能够领袖群衔的 只怕还是这个鲁子敬 鲁子敬之才华 竟在你兄诸葛锦之上吗 我兄长在江东群衔中 只能排在二十名以外 我且这么说吧 周瑜是何等的居傲啊 天下没几个人能让他瞧得上 但周瑜这辈子只推荐过一个人 那便是鲁肃 孙策去世第三天 鲁肃才被周瑜推荐给孙权 拿晓得从那以后 整整一个月 孙权与鲁肃实则同袭 请则同事 朝夕不离 相待如恩师 在那些日子里 他们谈论些什么 无人知道 只晓得从此以后 刚刚继位的少主孙权 变得焕然一新 言谈举止中 已有了三分帝王之气 将东派这等人物为实 非同小可 扛命 公子 快随我出英入所 九文留皇书大名 今日信得相会 子敬远道而来 我们有事远迎 请恕罪 岂敢岂敢 子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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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公子 我家主公得知刘景生先世 痛不能眠 特派我专程前来 治丧吊宴 些许公务不成经历 我父亲 贵书公 于我青州有杀附之仇 我父亲去世 贵书公应该欢喜才是 怎么可能痛不能眠呢 再说 又为何亲自请阁下牵了吊丧 因为 刘景生如果不死 曹操不敢犯青 景生一死 非但荆州沦陷了 我江东也是危在旦夕 所以 我家主公当然要为刘景生之死 痛不能免了 至于派我来吊丧嘛 那是因为我要借吊丧之名 探一探曹军的虚实 顺便看一看 你们还有没有能力抗击曹军 了不起 一开口便是大实话 这位就是诸葛亮吧 孔明秀 在下久仰了 封闻你足智多谋能言善变 单凭一条肉舌头 也能够杀人 不奈在下嘴镯 在你面前只好是句句实话 好在千言万语 也不如实话管运啊 敬费敬费 岂敢 岂敢 岂 那就恕我继续实话实说了 敬费敬费敬费 刘皇叔 请问曹操现在有多少兵啊 其战力究竟如何呀 惭愧惭愧 我兵威将官 闻曹军而来调头便走 竟也不清楚曹操 到底有多少兵吧 刘皇叔是在欺瞒老实人的 子敬啊 都是我的错 是我让主公推脱不言的 那我就要问你了 孔明 曹操到底是什么 有多少兵马 其战力究竟如何 许荆州之前 曹操就有步军二十万 马军六万 水军十八万 许荆州后约增长三十万 共计七十余万 至于战力马 携大胜之时 风头正静 敢问曹操下一步 欲以何为 跨江而过 攻取江东 一统天下 那你们接下来 又打算何去何从呢 苍吾太守 与我家主公有旧 万不得已之时 我们可投靠苍吾 导死 青岳吾太守 仅仅叫 未来 有很久 那万不得已之时 在江东 那种情况下 众仲 众仲 无 这么多 你 我 孔明啊 当下之际 除了孙刘联手之外 你我两家 还有别的活路吗 子敬所言 真如大汉将干年啊 你们谁愿意过江东 与我去见我家主公 我 我随你过江 好 甚好 丞相有令 朝各部文武 上堂听证 刘备 你逃往江夏 与刘齐合军一处 坚守不成 些许残敌不作为虑 可虑者 是刘备与孙权联手 共同抵抗朝廷大军 本相思考再三 决定 修整三个月 待春暖花开 河西化洞 及挥石百万 依据跨越长江天倩 巨尖孙流 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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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议 当时我一统天下的最后一战 也是成就千秋霸业 万载流明的一战 而且 也是胜券在握的一战 此议过后 我就要卸甲归田了 列位 也可以 刺绝封侯 戴上千两黄金 万亩良田 搂着三五个娇妻美妾 保享清福 好 好